又是一个人上深圳找食物 今天去了东门走 经过这里有一家叫做 红丽村粉厂 这里是第一次来的 叉烧滑蛋饭 23元 鲜虾鱼 牛肉 很美味 牛肉,番茄,蛋饭 牛肉 豆腩萝卜 很美味 进去吃了 其实来这里是老街的东门 过着马路就是了 如果不懂得来的话 看回我上一条影片 这边点餐也是用微信 但是就是自助认识 在微信点完餐后 就有个点餐号 给你 到时叫这个号 就去柜桌 拿餐 如果想加酱汁 就有自助认识 就去拿 今次想吃清清的 所以叫了虾腸 和一个皮蛋瘦肉粥 它的虾腸 不同于我们酒楼的虾腸 卷得很漂亮 卷到一大匹 其实都可以的 我曾经吃过这些 卖上都可以的 最重要就是味道 看看行不行 这边有很多虾 多多一只 两只 很多只虾 很大麻 吃下的虾 都挺新鲜 而且腸粉都挺滑 豉油的咸度刚好 不过盐它 豉油少了些 不知是否可以自助加豉油呢 不过虾也挺多的 吃两三口 又有一只 这是皮蛋瘦肉粥 粥是很稠的 有瘦肉 这些是皮蛋 试试 皮蛋味很浓 其实这些肉块很浓 你看到粥 真的很稠 烤 应该是熬过的 先吃瘦肉 嘗一下 瘦肉很滑 很漂亮 而且粥很热 非常好 鮮蝦腸粉和皮蛋瘦肉粥 真的很好吃 這間店有很多食物 牛河也有 飯當然有 如果一個人來吃 或者幾個人來吃也對 價錢方面也不算太貴 還有少吃 這個簡單單單的午餐 只是28元 二十四樓 你吃大飯 你吃大飯 雜啦 你也吃大飯